绿茶是预防大脑衰退减轻中风风险的一个非常好的饮料 茶呢也算是一种世界性的饮料 每天有几十亿的人都在饮用 那在日本和韩国都有研究来揭示茶对预防中风的好处 那经过十多年的跟踪调查发现呢 经常喝绿茶的人中风的风险比较低 这是跟那些不喝茶或者很少喝茶的人相比较而言的 研究人员发现呢 如果每天喝三到五杯 那中风的风险能够降低一半 对于男性来说这个效果更加明显 换句话说 40岁以上的男性如果经常喝绿茶 能够非常好的保护大脑减轻大脑的衰退 降低中风的风险 当然呢喝茶的好处还不至于在此 他对心脏和整个身体都是有益的 对于降低血糖血脂也有一些作用 不过要注意的是呢 这里说的茶当然是不加糖的 不是甜茶也不是奶茶 就是普通的茶 原本来说做什么 本来说的话 有点来说 两个人 我们下来说 这边就算了